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你們先讀一下 我拿一個 前緣 從地前化 前緣 登地真 下降化前緣 泛如天 大災前緣 漫畫如詞詞 泛如天 與情與詩 品物流行 大靈中詞 六位詞辰 詞辰六龍逸欲天 前道變化 各正經歷 飽和大革 乃立真 所出數目 萬國千里 五九 乾隆毋用 九二 見隆在天 立見大革 九三 君子終日前前 細理落地 五九 九四 禍藥成淵 五九 九五 悲龍在天 立見大人 上九 噴龍流慧 六九 見隆毋手 其 向緣 天清地見 君子已自強藏不息 五九 千道無藥 千道無藥 四 禎遜 陽在天 得知福也 五九 百日前前 凡路當天 荒腰在天 凡路當天 五九 悲龍在天 當日造天 神龍流慧 以五何流焦 用酒 天德不可為首也 好 白羊讀一下 白羊前貫 前為天 有的君子 則珍藏性命權 有的君子 則珍藏性命權 其體德歸之本 天情見道之道 君子自堂不息 宗旨前天地 初九道 則珍藏性命權 仍慈藏性命權 仍慈藏性命權 生存恆性愛 其前者 九二 說以經理由可愛 得之以普及之 經此高特了明神 九三 心起德歸之本 中日天地強一大 平歸至有的其身 九四 天情見道之等 荣禁天得自行見 智德明昔不大器 久無君子之常不及 天賺日之主作息 身體神祢會珍惜 善求終日全天體力 善善終日君學典 善以君臣兄弟的命 好 這個前掛不管是先天意後天意 百陽意 它都是第一個掛 那可見它是一切的開頭 對我們人來講 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認識自己的一個掛 其實我們剛剛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除了要認識天地造化的道理 最終還要認識自己 那我們是如何呢 我們是透過《易經》 透過《易經》的法輪 來了解這整個天地造化的道理 也了解到自己 所以我們這一部《白陽意》 《白水聖地》當年集結的時候把它命名為妄容之中 可見我們學任何法 就像《易經》是一切經典的源頭 我們學一切《白陽法》 它也是所有《白陽法》的一個源頭 也是一個最重要的開頭 好 這個我們剛剛都上過了 先天一有三個系統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進入第一個過程 這個錢掛的特色 六個都是陽遙 這六個都是陽遙 代表正能量非常非常的強 其實它就是太極的中間那個圓圓的 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有一個太極圖 世尊畫了中間一個圓的 那個是純陽 就像純陽 一、二、三、四、五、六 純陽 沒有任何陰 然後外面才分出陰跟陽 所以這一個六個就是太極裡面的那個 純陽 也就是我們的本源 我們的道心 是那個純善無惡的那個純陽的狀態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懂的 第二個呢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天 天 天的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它有一股很強大的能量 所有的宇宙星象都不站在動 因為我們地球也繞得太遠 繞了四十五億萬千 一年一千就一年 都沒有停 所以這個天有一股很強大的能量 那我們人就是來自這一股很強大的能量 就是天形劍 劍就是鋼劍 鋼劍代表硬行不止的天的那一股能量 所以孔子說 我們要跟天學什麼呢 要跟天學這一股鋼劍不行的能量 所以精子以至強不息 所以這個掛對我們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要能夠把這一股能量給打開來 但是以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有一個封印 把每一個人封住了這一股能量 另外我們並不知道這一股能量代表的意思 其實它代表的是光明 智慧 還有得量這些東西在裡面 就是自強不息的能量 因為他說來自無量光 然後他也是可以照花萬物 萬物一心生 那個智慧能量 另外呢 他也是一種得量 所以這個自強不息的能量 如果有一天我們小的去打開它的話 我們就會有無限的可能 會創造無限的可能 就像天創造了無限可能 所以這個掛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要把這股能量找出來 讓我們開始向上提升 但是呢 首先我們要對自己 要有更清楚的了解 所以這個掛其實在幫助我們 讓我們更了解 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 誰幫我們讀啊 您到誰 天為天 天為宇宙萬象的本源 人 天生地養 天命之未信 天到底給了我什麼 天 天沒有一刻停止運動 可知天有一股強大的能量在運行 福人的身上是否也有 子曰天行見 君子已自強不息 好這裡呢 給大家幾個問題去思考 天呢 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藍天白影而已 也不是我們所看到的那個星星而已 這個天有一股強大的能量 它可以 創造萬物 造化萬物 所以人也是 所以人叫做天生地養 天生地養 天生我們什麼 天命之未信 原來 天給我們這個靈性 地給我們什麼 地長養五股來養我們這個身體 讓我們能有東西吃 身體維持能量 這個能量就是後天之氣 先天之氣就是這個性 所以 人就是比先天之氣跟後天之氣 這兩股能量 才有辦法活著 尤其這個先天之氣叫做天命之未信 這個呢 裡面就含長 很大的叫做自強不息的能量 剛剛講的這個能量包括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光明 第二個是智慧 第三個是德性 它這個能量 有這三個很重要的內涵 下午我們要談一個先談光明 光明的能量 因為那個叫無量波 所以 我們 學習易經首先要先 還醒自己 我對天了解多少 另外 天到底給了我什麼 我從天看到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 會有課程 安排星象的課程 希望大家多去了解一點天 天很奇怪啊 他一直在運動著 沒有一顆停止 到底是誰在讓他動 上帝嗎 還是一股能量 很強大的能量 我們人生上 我們人生上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 我可不可以把它用出來 為什麼 孔子會說 精子以智強不息 孔子的意思是不是說 孔子也有用到這股能量 所以他 周遊列國 他那個心智 他那個傑心 他那個勇氣 他那個智慧 從來沒有 沒有一絲一毫的減少 你可以感覺到 他就像 不斷不斷的能量 所以 我們從這個掛 基本上 其實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發 易經的好處就在這裡 年輕人也許會想說 我應該去學科學的東西 我應該去學 經濟 學物理 化學這些東西 其實這一切一切的東西都是 早期就只有一本 叫做易經 他沒有分成別類 什麼社會經濟 政治 文化什麼什麼 像我們現在分成很多 對不對 以前就只有一本 叫做易經 就涵蓋這一心 所以學易經 其實他就是 在統整 教我們統整 那整個天地道理 那學 現在的教義是 不是學統整 是學分類 就給你分得很細 那你學經濟的就 隔行無隔山 學物理的 不懂經濟 那 不懂天文 那這個 隔行無隔山 學農業的未必 懂 這個 寫經濟的 也許他會學到 一些農業經濟 我說我們的分科 是越分越細 但是以前 他是教我們 怎麼去統整 把天地萬物的道理 統整 變成一個 最終就是一個道 那你懂了這個之後 你就 一本上萬書 你就了解了所有所有這樣子 所以 學習這個道 是在學習統整 現在的教義 是讓你 越來越分門別類 越細 所以讀博士班 就是 到最後變成 一點點的東西 小題 給你大作 那個叫做博士論文 那 反而大學的 教育會比較廣一點 研究所到博士班 很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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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分門別類越來越細 但是 對我們來講 要有幫助才重要 如果我們 學習一技之長 當然要磚 但是你要學習生命的道理 你就學會同者 學會這個道 這兩者其實 一個體一個用 我們學這個道 是一個體 讓我們了解人 什麼一回事 學習一技之長 是讓我們 學會 很專業的東西 將來我們靠這個 可以生活 兩者不可貧費 好 來 誰幫我們讀一下 錢掛 中日前前 學天立行 錢掛六個陽陽 代表天的掛像 天是一切的本源 人也是來自於天 為之天命之衛性 所以古人說 人是天生地陽 天在古城的眼中 不只是日月行程 春夏秋冬 而是有天行見 君子之情 這段話 這段話就是綜合 剛剛跟大家講的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經文 這個經文的部分 他的掛詞只有四個字 來我們先讀一下 聞到誰要讀 錢原恩力爭 錢為天下之始 生物成物者也 原者氣之始生 春天 恩者氣之大為 大達 夏天 地者氣之初 念 秋天 真者 氣之中 浮冬天 事者 氣之全也 不能生成變化 根據此一天地 生生不息的運作法則 一位君子 因自強不息 盡得修業 好 所以 剛剛講 先天之氣是寫成這樣子 下面四頂 這 後天之氣 好 那 天地萬物都是先天之氣 後天之氣 兩者 綜合起來 所產生的作用 然後 我們這邊講 錢 嚴恨力爭 就是從 整個天地的造化來講 轉一圈 就是 春夏秋冬 就是這個氣的運行一周 從死生到大達到初戀到中斧 就經過了春夏秋冬 晚後還會再回來 到春夏秋冬 又再循環 所以宇宙幻象都是在轉 轉就是一種循環 不管去到哪個地方 我們發現一切萬物也都在循環 例如說去年 這個梅子樹也是這樣長 但是到了冬天 它會把葉子都掉光 然後到了一葉二葉的時候開始開花 然後到現在開始長葉子長果子 然後一段時間又開始 又到了冬天的時候葉子又掉了 火都掉了我們都把它摘來了 然後又回到冬天 所以萬物都在一個循環 就跟著這個春夏秋冬 深層萬物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人也是在一個循環中 從出生到少民到壯民到老民 到最後歸易程度 然後會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例如說 融回六萬年 不斷地再生生死死生生 這就是宇宙 天地宇宙永恆不變的法則 這個叫生生不息的應行法則 它用四個字來代表 言恆禮正 這四個字就代表天地 生生不息 永恆應行的法則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經文 因為剛剛我們是講這四個字 它代表一個天地造化永恆不變的法則 就像春夏秋冬應行 但是我們人也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人也有一個好像這樣轉的 不斷地在輪轉的一種法則 像你看到這裡初九就是淺隆 淺隆 這個九二叫做現隆 就是淺在水裡面的隆跑到地上來 九三叫做淺隆 淺隆 淺隆 淺隆的意思是 它不斷地在進步 因為透過緩醒 檢討改進 它不斷地進步 叫做檢惕自己 求進步 而且是很嚴格地要求自己 所以它能夠無救 它不斷地在進步 叫做淺淺 第三叫做淺隆 是一個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不斷地求進步 改進自己的決定 然後讓自己不斷地進步 這個叫做淺隆 終日淺隆 九四代表說 經過前面三個階段 來到這裡已經到達一個 接近我們說成熟的階段 就像那一隻鯉魚 從下面一直游到最後來到龍門前 鯉魚要龍門 所以這是要龍 掉上去就變成龍 掉不上去就會再掉下來 再煙 煙就是又掉了 那不管是 掉得上去 或要不上去掉下來 對它來講無救 沒有什麼不好的 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們最重要是經過鍛煉 能夠有所成長 而不是一定要得到那個飛龍 要上去的飛龍 有時候盡人事聽點命 有一天也許我們真的上去了 飛龍代表人生的最美好境界 就像在我們道場 可能當到點船師吧 這個時候呢 力見大德 我們比較容易清淨大德者 就是因為我們來到這裡 不是在下面 那抗龍有悔是 來到這個地方 最重要是要得跟味相配 得不配味必有災殃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後悔說 我們修得沒修好 太快上到這裡來了 那這六個謠呢 這代表人生的六個階段 一樣的意思 最後這個奇農無所集 是用舊 真正呢 把這些道理都學會了 用在自己的身上 就可以獨當一面 獨當一面的人 上面不需要有人 一天到晚教他 那一樣可以做得非常好 人來到這個階段 就好像 你剛開始學藝經 叫做慶容 不斷地學 不斷地學 都要經過這個吸力落力了 不斷地努力了 有一天 你已經到達 不需要有老師來指導你了 你可以獨當一面了 慶容無所 這個時候呢 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叫做慈 所以 我們看到 六條龍 淺龍 陷龍 踢龍 躍龍 飛龍 抗龍 這六條龍呢 來形容人生的六個階段 就像天地是用這四個字來形容 他的四個階段 叫做春夏節骨 秋冬 那我們人生就是這六個階段 從淺龍到陷龍到天龍到天龍到飛龍 抗龍 有的人可以一直停留在這裡 但終究呢 人 要懂得謙卑 他才有辦法避免掉入抗龍 抗龍是有魂的 但是呢 有很多人是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人生就像這六個階段一樣 就像天地就像這四個階段一樣 人生就像這六個階段 這六個階段呢 白陽義告訴我們 重點不是 你到了哪一個位置 而是你到了那個位置 有沒有相對的德跟他相配 所以他重點在德位相配 所以我們這個前掛是教我們認識 我現在在哪裡 教我們認識 我在那個位置 我有沒有足夠的德 那我要不要學 我們跟他相配 德位相配 要不要努力修德 要不然不配的話 他就上不去 或者是會掉下來 好 那一個人如果 通過了這一些的考驗鍛煉 最終 他就像 每一個都像佛一樣 可以獨自一個 去教化十方 不需要上面有老師 所以這個用久 就有點像一個人 來到了全然的佛的境界 或是聖人的境界 他可以獨當一面 教化一方 我們這六個階段 可以看著我們來人間的鍛鍊 我們可能會有各種階段的鍛鍊 最終我們要成為一個 可以教化一方的 諸佛菩薩一樣的這樣的人 可以到各個薩波世界去教化一方 可以到各個薩波世界去教化一方 好 所以我們綜合剛剛講的 人生的發展 就像天地的造化的循環 它有嚴恨力爭 那人的發展 這裡面也有時間空間跟三個元素 所以德的部分是百洋意要講的 我們百洋意特別強調這個 要德味相配的德 傳統的意經好像是在告訴我們這個位 讓我們認清我所在的位置 因為這個所在的位置會變動的 但是呢 百洋意好像是在教我們 你在不同的位置 你要有什麼樣的德跟難配 這樣人生才會很順利圓滿 打個朋友來講 我們說有一個人 他在開了一家公司 他在這個公司是大老闆 所以呢 他一回到公司 踏進公司的大門 他就來到了這個位置 對不對 這叫什麼 這個位置叫什麼 九五至尊 剛剛第五窯講的是什麼 飛龍在天 對 他一踏進公司的大門 他就來到了這個飛龍 因為他在這裡 可是呢 他剛求完道 他覺得這個道很好 他也想學 一次下了班之後 他來到了佛堂 一踏進佛堂的大門 易經是講變動的了 這個位置會常常變來變去 請問 他踏進佛堂 要來寫易經的時候 他是來到了哪一個位置 對 來到了這個位置 這叫什麼 潛逃 這個時候很重要的就是 心態上的調整 因為當公司的大老闆 有人幫忙倒茶水 有人幫忙整理 有人經理裁淺 一個暗暗 講一下人就來 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要注意事會議 要裁淺 哇 大老闆那個架勢多好 來到這裡的時候 全部都沒有 而且還要悉心受教 如果一個大老闆的心態 沒有調整到潛容的心態 代表他切少了這個潛容 這個階段的德 他就會待不住 他覺得我在這邊 跟一般人沒什麼差別 感覺不到自己是大老闆的那種尊重 那他可能會覺得 那他可能會覺得 也許他就沒多久就走 所以為什麼說 富貴人家 達官貴人難修道 因為他要低的向你 學道是要從頭 從地初開始學 我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 這個潛掛 他並不是在告訴你說 你現在在哪個位置而已 他是要讓你知道 你在不同的時間空間 你所在的位置 你自己要清楚 譬如我們說現在來講 現在大家在這裡 如果你對白洋藝或是藝經 以前都沒有學過 現在開始 那就是大家都在這裡 除了後學之外 後學可能在這裡 因為我已經講過 七遍八遍 所以我在這邊 但是你們都在哪裡 都在這裡 但是如果說 我今天低不下來 我在公司是大老闆 或者是我在家裡 是怎麼樣怎麼樣 低不下來 那我就很難學 有些人當到講師 點傳師 他認為說 所有該聽的道理都聽了 還要叫我去聽道理嗎 那個藝經 太難了 我聽也聽不懂 算了 我也不想學 代表 他心態上沒有來到這裡 他就很難進得來 很難學得了 所以每個階段 每個階段 在心態上 也就是那個德的修煉很重要 這就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錢掛在講什麼 他除了告訴你 人生有六個階段 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心態 跟什麼樣的德 來跟它相配 我們看看這六個窯 這六個窯 代表這六個窯 代表這六個窯 第一個窯 是第一個 德爭到心命前 再來第二個第三個 第十個第五個 第六個 我們把這六個窯 從第一個窯開始 從第一個窯開始 這樣寫下來 這個就是 他的掛指 第一個窯在這裡 來我們 我們來讀一下 來輪到誰啊 今天請掛掛指 如何實踐人生 成就圓滿的生命 有得去堅止 得身道 性命權 修以心有可安 行其得歸實本 天行見道之德 病之之強不息 終於行才有意 好 我們的小朋友應該 這一窯背起來了 從昨天到現在 不知道唸了多少遍 小朋友呢 現在也許沒辦法解經 但是你把它背起來 一定有他的妙用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窯 有個特色 因為它是整個白羊翼的開頭 尤其第一個窯 是白羊翼經的開頭的 最重要的入門 因為第一個窯 我們知道白羊翼經有個特色 我曾經講過不知道多少遍了 就像這個杯子 這個蓋子要先打得開 你才喝得到水 白羊翼經就像那個蓋子 第一個窯就像蓋子 傳統一經的第一個窯 就像這個基座 它是個基礎 基礎當然很重要 但是蓋子打得開 你才有辦法喝得到裡面 所以第一個窯這麼重要 你看看白的就是這幾個字 你要先得受明示的指點 得到真道 你才能真正瞭解天命智慧性的道理 有一天你才能完全全的 把你天命智慧性的這個 內在的這個我們叫做光明智慧 跟德性的能量全然的發揮 所以第一個窯 含藏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個字叫做德 德通常就是那個杯蓋的上面 那個圓圓在掀起來的那個 第一個字很重要 然後最後一個字呢 利也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最後一個字 你得到這個寶貴民視的指點 你才有辦法在這個天地間立足 在社會上立足 做得非常好這樣子 所以這六個窯的意思 來我們接下來是誰來幫我們讀 先天以錢掛掛齒 一位君子守眾德性的涵養 應得受尊道 得以全然了解天命智慧性的道理 進而發心修道 純天心修天德 行天道以通天意 回歸天性之本 真以知天命 效法天行見君子 以至強步行的精神 每天每天不斷的努力 達到以人力生 以德為用 以成天道 好 這裡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你要得 再來要發行 再來要行 當然要修跟行都要 最後可以達到什麼 以人力生 這個以人力生是很重要的 它包括四個東西 就是我們求道的時候 求道的時候 得真道就是求道 請問 求道的時候 尹法師有叫我們念了四個 很重要的宏願 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救好人 從今以後 如果你奉行這四個 叫做以人力生 因為 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就是為別人做好事 那要有愛心 存好心 就是要有愛心 就是忍耐 說好話 也是要有愛心 做好事 更是要有愛心 救好人 哇 那更大的慈悲心 那更大的慈悲心 都是人 都是人 一切以忍耐為出發點 是我們這一個 《白羊易經》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也是這個錢掛 一開頭會跟我們講的 所以它的第一個謠 就是教我們要以人力生 因為要得真道 然後 六個謠都跟這個有關 因為德位要相配 所以要德為用 最終來到最後一個謠 用久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整個天道全然的展現 好 所以 我們前面跟大家講的這個 這個 德真道性命權 其實它就是 把我們身上的這個 自強不顯能量就打開來 這一股自然自強不顯能量 就包括光明、智慧跟德性 那它有一個封印要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我們在做這個德位相配的修煉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像第一個潛容物用初九 它就是以人力生 它的德 這邊相配的德 就是要多發揮愛心 第二個限容在庭 就是有機會多修德 得失一步 第三個細體弱力 是要自己每天每天 尤其到了晚上 要喚醒自己 學習爭執 終日前提 禍藥在焉呢 這個來到這裡呢 已經是德性很圓滿了 只差呢 那個禁人是聽天命的那個部分上去 就可以 叫做飛龍在天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可上可不上 完全呢 也不會在意啦 人不知而不韻 因為它的德性缺養已經夠了 容行前德 就代表它的 德性已經到達一個 至得延滿的境界 這個時候呢 就算沒上去也沒關係 或要再煙 如果能夠上去 那當然是飛龍在天 飛龍在天 還是要不斷地求進步 叫做千善日子 抗龍有悔是因為我們得不配位 所以應該要上去 要每天每天不斷地努力 不是就此就可以不用努力 前前中慾 就是每天每天還是要不斷地努力 是 好 那 我們很快地來把這六個瑤咒的介紹 因為大家現在都 如果協議經都處在這裡 叫做淺龍 淺龍的特色是什麼 不要急著表現自己 叫做悟用 淺龍的特色 是要學會韜光養晦 就是內斂 涵氧 儲備 不要急著表現 而且要謙卑 虛心受教 這美德一定要有 在這個階段最好 人家都不知道 你在不斷地努力這樣子 我們的努力不要讓人家知道 只會有一天 輪到我們表現 讓我們好好在表現 當我們還沒有到達那個時候 我們就默默地努力 而且要不斷地努力 叫做襲擊力量 為將來打擊 所以 不管學任何東西 老師所教的 還要配合學生自己 叫做學而實習之 私下的努力 這邊特別是講私下的努力 我去上很多課 但是我都沒有按照課的內容 努力去實踐 去背課 去印證 去生活當中落實 都沒有 我只是把它當作 嘟嘟嘟嘟嘟嘟完就算了 這樣子 不夠 自己私下的努力很重要 這個淺容這個階段 最好就是 沒有人知道你 不斷地在努力 細機這樣最好 然後不要急著表現自己 因為我們的條件 各方面還不夠 所以你表現出來 人家一看 不行 下次要再有機會就很難 所以勿佑 代表一種謙卑 一種內斂 一種悉心 然後一種努力儲備自己 好 那我們看看我們白羊藝 剛剛那個是傳統周易 白羊藝告訴我們在這個階段 最好有一個好老師來教你 要不然 剛剛有講到說 最好是努力的儲備自己 不斷地努力充實 可是如果沒有老師教 沒有真道的指引 你到底要努力什麼 其實不清楚 你要充實自己什麼 可能也沒有一個目標 所以這個時候 有的目標最好 方向目標要很清楚 那我們這一部白羊藝 他要給我們的是 性命大師的這種 學問跟知識 所以他給的是 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所要 拜的名師要更重要 你如果到一個公司 工廠去 那個專業的智能 你最好找一個老師傅 來教你 這樣你可以省去很多的時間 經歷 那個會學得很快 但是那個是 我們去工廠上班 寫一技之長 但是白羊藝要給我們的是 性命大師 那就不是去工廠 學一個技能的問題 所以他需要有名師 來傳我們 跟著他學 所以要得正道 一個人求道的時候 然後會 存好心說好話 做好事救好人 發這四宏四宴 這個叫人之禮 接下來不要忘了 我們有這四個願 存好心說好話 做好事救好人 叫做行德 行德就是包括這四件事 也就是愛心的最大發揮 那做這種事情的人 他是一個真本性的展現 這個本性就是天性 就是佛性 就是佛性 而且心就是天性 從此就安住了 知道自己該怎麼努力 前然去展現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努力向圓滿的人生邁進 所以這個謠的重點 他不是在告訴我們 找一個老師傅來學技之長的問題 他是要找一個民事 然後能夠讓我們 整個心性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封印能夠打開 能量能夠展現 好 再來看第二個謠 叫做現隆 現隆就是已經跑到 跑到這個 第二個謠呢 傳統的周易講 現隆在庭 利劍大人 然後這個利劍大人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說一個人要來到 這個現隆 他需要有上面的大德者的提拔 你要自己上去 其實那個叫做太躁進 你還沒到達那個位置 人家還沒提拔力 你就自己 當人不讓就跑上去 這樣子通常不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最好是上面的人提拔力 另外呢 現隆在庭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當你上去之後 你就比較有機會跟上面的人互動 你好像中間的幹部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把握機會 都跟上面的人互動 就好比說 今天我們找了一個 在下面的 在下面的下屬上來做某件事情 賦予他一些工作 就要給我們到場的前嫌 找了一個講師或是攤主 賦予他某一件事情 某一個任務 一次他得到這個任務之後 他就會有很多機會 去跟這位勤賢互動 討論 報告 這個時候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不要說人家交代你辦的事 自己就默默地做 都不講 做到什麼情況也都不說 然後上面的關懷 上面來問說你現在做得怎麼樣 什麼什麼什麼 要跟你討論 你其實呢 這個 會覺得說上面好像在干涉你做事情 不放心你做事情 然後沒有好像賦予你 全部的那種權利去做 那這樣子 跟大人的互動不好 這樣子你可能 到了這個階段之後 你要再上去就好 所以 在第二個階段來講 是所有這六個階段當中最重要的 因為它關係到我們將來 能不能有很高的成就 因為第二個階段有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往下的 第二個部分是往上的 往下的要多思得 累積人心得望 而且要以普的意思就是說 用平等的無言大使 同體大會來對每一個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就算以前你在下面的時候 對你很不好 你也不能夠因為有煙爆煙有仇報成 你上來之後就開始整他不行 你還不能放在心上 甚至你要對他更好 每一個人都要好 要平等的去對待每一個人 然後對上面的大人 淺顯或者是上面的經理 董事長 藉這個機會多跟他們互動 因為你是一個幹部 你就比較有機會跟他報告事情 就像道場的淺顯 提拔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就藉這個機會多跟上面互動 這個很重要 然後這個德 德是這兩個字就是做這四件事情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以人力生 以人力生就是以後 就是要藉這個機會來多配 多存好聽說話做好事 好 所以這個九二的意思就是 你已經離開了你的癮 就是潛在水裡面人家看不到 但是已經有人把你提拔上來了 那你就要抓住這個機會 好 因為上面的大德者 看中你給你機會 那你就要把握這個機會 把自己的能力跟才看充分的發揮 這個就不是潛榮勿用 這個是限榮在田要發揮的 要發揮 在發揮的過程當中有兩個 一個是往上 一個是往下 往上是多去報告溝通 往下是多去付出修等 這兩件事情是關係到 將來能不能往上發展 很重要的關鍵 好的 早上我們談了這個掛 講到九三 等一下我們講完之後 會讓大家來談一談 透過這個疫經的潛掛 你來看看自己 在這六條龍當中 您是在哪個位置點 然後呢 從這個掛當中 你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對你現在目前的位置點 當然不見得一定是學疫經這件事 尤其是在你的工作 或是你的家庭 或是你的事業 各方面都可以來看自己所處的位置 像我們剛剛跟大家談到說 有人在公司是一個大老闆 但是看來到場是一個初學者 但是在心態上沒有調整過來之前 那是很難 非常難 他要不夠學到會變得很困難 那或許 在成長 道場成長的過程當中 也看過 早期 我們有一位前人輩 他有一次到我們道場來 帶了一位教授博士 才新九道沒多久 然後就說要讓他來跟大家講講課 一下子 他算是一個心道清 但是你 你被道場這方面的鍛鍊都不夠 了解也有限 那你馬上讓他登台 跟法王座講 其實是很難的 除非這只是一個好像講座 對外公開講座 如果是在道場的話 他需要有道的內涵 道的體驗 還有修冠道的經歷 這些有辦法講出讓人家聽得懂的 有道位的 那你一下子本來應該是在潛容 一下子提到這個 沒多久這個人就不見了 因為他變成 他不會知道我們道了尊貴 要好好傳基督開始學 他以為這麼一下子就可以來到這裡 他就不知道道了尊貴 另外 他也很難 因為你把他捧得很高 他要他低心來學 所以我們來看 在這個剛剛這個錢掛裡頭有講到 最重要是這個九二 因為九二是開始出來服務人 開始出來服務人如果出了問題 你上面這幾個就不可能上去 所以這個窯在那個白陽藝裡頭 他是用修開始來講 叫做修一心 他先修心的 先修自己的 修到尾 但是來到第三窯呢 來我們看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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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要上到第三環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領導者 就像在道場 領導的話 就有點像彈組講師 這個位置 其實當一個彈組 當一個講師 他要比一般道卿 要更加的努力 叫做吸體落力 替是自我反省警惕 替是自我要求 就是言以替 寬以待人那個言以替 自我要求 自我警惕 當完事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這個叫無舊 無舊 無舊的意思就是 我不見得 要求一定要有多大的功勞 功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修養 但是我一定要求自己 不要無舊 這個 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這個叫無舊 無舊 好 好 所以這裡講的是一個不斷 經經業業努力的一個重要幹部 這個 好 那我們來 端陽義呢 告訴我們說 其實來到這個階段 最重要是要行德 行德就是 純好意思說好話做好事 這個一定要做 因為這個可以累積我們的得量 光明能量裡頭有三樣東西 一個是光明 一個是智慧 一個是得量 一個是智慧 這個行奇德歸史本 累積我們的得量 得量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 人家對我好 我就對他好 人家對我不好 我幹嘛對他好 這是一般人 人家對我不好 講我的壞話 我還可以對他好 講他的壞話 這個叫得量 得量呢 通常我們會看到 媽媽對孩子 那個就是一個充分得量的掌心 即使媽媽 即使的孩子 這個孩子再不孝順 再不聽話 媽媽還是很愛他 所以這個就是得量 得量的培養 對我們來講這很重要 因為 得是生生不息的那股能量 就是我們講說 自強不息的能量 裡頭這三樣東西 最重要其實是得量 得量的培養如果沒有 我們很難扮大任 因為得量有時候都是承擔力 就像那個大地 厚得載物 那個就是得量 任人踩踏 再怎麼誤會 倒在他身上 他都OK 那個就是得量 一個昆德的展現 代表他有很大的得量 所以為什麼我們 我們白陽旗是昆 昆德硬硬 我們常講昆道硬硬 其實應該叫做昆德硬硬 你要承擔三朝重任 分擔老師的三朝重任會有困難 好 那怎麼做呢 終日前提 這個前提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體力至止力 每天求進步 求進步要透過緩醒跟改過 因為改過必勝智慧 這是六主角的 而且要言以利己 這個叫做強定 強定 言以利己是什麼 強以道 強以道用我們熟悉的話來講 叫做重慎清翻 當年輕人 有人 有朋友約你去看電影 突然佛堂的前前打電話來說 哎 你們半道需要上下子裡 或是限過台翻 那這個時候你會選擇跟朋友去看電影 還是回佛堂當半序人 如果你能夠強以道 那你會重慎清翻 以後還可以去看電影 但是度人的機會變得多 那這個就是強以道 行歸自由得性生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謠是在涵养得量 得量是一個人 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說生命的亮度 就是一個人的得量 你得量夜深厚生命的亮度 亮度也能夠展現出來 什麼叫做生命的亮度 就是感動人心的程度 就是這個人 他的一年一行一緊動 都能夠讓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叫做感動人心 那這個人就是得量很深厚 所以基本上來到這個謠 這個人他已經是很懂得像真子一樣 每天每天會還醒自己 每天每天檢查自己的確實 每天每天會求進步 就是不斷地自我求進步 人來到這裡就是把那個自強不行 用在求進步 這個進步當然不是金錢的累積 也不是名為的提升 而是盡得修業的進步 好,來,誰來幫我們讀一下 地龍中日 前提 前提 天天發分向上 從早到晚 實施保持警惕自己 對自己講的話做的事 都要自我省察 看有沒有不合一 不圓滿的地方 因為缺點如果不改 就會被這個缺點卡住而無法進步 好,其實最好的狀態 等一下大家會分享一下 最好的狀態 最希望的狀態是 人要常常保持這樣 不要有一天 我們的心態 我們的想法是 我是一個領導者 我是一個什麼什麼 為什麼他會這種態度 因為都在要看別人對你的態度 而不是你對別人的 還有 都不是在要求別人 都不是在要求自己 只會要求別人 那不行 這個是一個要求自己 每天每天要有什麼進步 人應該保持這樣子 那你就會永遠 就在向上提升 你不會往下 永遠都在進步 所謂的自強不喜 那個自強不喜的能量就是這樣子 好,再過來我們看看 像藥人來到藥龍的時候 他的德性已經圓滿到可以飛龍再見 但是他不見得要一要九天 有時候是靜人士聽天命 好,所以我們應該這樣說 涵養既有最高領導者的德性 但是我們不見得要求那個最高領導者的位置 一個君子他不會因為說 人家跟他講 永遠不可能達到一個最高領導者 所以你就不用修德吧 不會 他在乎的是自己的修德 而不是在乎我有沒有那個位置 這樣子 通常這種人 如果來到這種修養的話 他就是具備有擔任最高領導者的 這樣子的修養跟德性 記得什麼叫做最高領導者的修養跟德性 就是說 他努力修德不是為了得到最高的領導者的位置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這樣子 代表這一個人 已經來到最高領導者的位置 的那種德性 但是他不見得會因為沒有被提拔 或是怎麼樣 他就放棄自己的修德 我們覺得在日本 當然我們 每個地方 都可能有類似這樣的現象 有人 這個 聘拔講師 或者是其他的 講演 或者是更高層次 結果最後沒有得到 他就自包自寢自雷 甚至皮卡道場 也有人這樣 那就是為什麼 就是 就是沒有真正達到那個應該有的德性 如果有的話 就算我們沒有上去 也不會在意 因為這個是 這樣說 破藥在焉 藥就是一藥走遷就是上去 比如說 我們這上去檢查室的位置 或上去總經理的位置 或是上去一個最高領導者的位置 叫做飛龍在遷 這個藥 但是在焉 焉是什麼 焉就是生焉 就是水底下 那個就是潛龍的位置 就來到這個 足以一藥九天成為九龍在天 九龍非龍在天的 這樣子的修養德性的人 即使他還在潛龍的位置 他也不會因為這樣子的自暴自棄 他就是人不知的不義 這種人的德性 叫做自的女性 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德性 所以德性的修養 所以天行皆也道自的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位置的人 基本上他被稱為自的女性 就是因為他那種德性的涵養 是真的足以擔當作者大任 但是他不會因為這樣子 而沒有上去那個位置而自暴自棄 他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有這個德性 然後呢 而不是說我有沒有那個位置的問題 來我們幫他讀一下 潛龍天行見道之德 經過初九到九三的鍛鍊 來到九四 佛吉達成俗的階段 這時已是一位有德的君子 德性圓滿達到自得民心的境界 所以隨時等待機會 一旦大德者必受他命 就可一躍而上成飛龍在天之事 但也可回下成乾隆 勿用而容問 在《道德經》裡頭 老子的智慧告訴我們說 神器不可為 不為神不真正的德神器 什麼叫做無為呢 就是說 有些人為了要得到那個高位 處心激勵 努力不斷的努力就是要為了得那個位置 用盡各種行星這個叫人 那老子的意思就是說太有為的人反而得不到 好比說 你很希望 在這個地方工作或是在這個學校正教 那一有機會你就不斷的表現自己 希望有一天 上面的人看重你 賞識你把你提上去 但是你刻意表現自己的人 往往到最後 可能 沒機會 按照老子的智慧來說 是這樣子的意思 反而無為 無為就是說你 你 比較內斂你不要太在意 也不要太彰顯你有那個 那個位置 你就是 默默的努力的修制得就好 因為一個君子 真正有得的君子他不會 因為 那個位置能不能達到 如果有一間 人家跟他講說你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有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也不會因為這樣放棄修德 這才是真正的 這種 昨天所講的 要容的那種修養 要容就是 只論自己的德性 修養夠不夠 不會在意說 有沒有可能那個位置 另外也不能太有 精力 努力要那個位置 我們會怎麼講 所以這個謠 很特別 這個謠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好比我們今天在社會上 有些年輕人 希望自己快速的成就 那最好是你 我們是一個空降部隊一樣 馬上 來到一個地方就是一個領導者 然後這個展現你的才華能力 其實這樣子 他會很辛苦 就先給你位置 你再慢慢累積人心得望 這樣子的方式 倒不如 你的各方面的條件 人心得望來到一個階段之後 然後你再到那個位置 那上來之後 在你身邊 能夠幫助你的人 一定很多 因為 你已經 布了很多德 很多人的心中都很感謝你 然後你 你上來擔任那個職責 然後 大家都會怎麼樣 補長就好 甚至 認為你實至名歸 眾望所歸 如果說 今天我們到一個位置 人家說 跌破專家眼鏡 那就代表說 我們其實在眾人的心目中 還沒有到達那個位置的得 人心得望還不夠 那你硬要上去 人家私底下就會講 這個人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跌破專家眼鏡 是不是有什麼 被刮後台 或是什麼 因素 什麼可能會上去 那這樣子就算他硬上去 也會很辛苦 因為 人心得望不夠 能夠輔佐的人有限 自己就會很辛苦 這樣就很容易掉到 抗龍牛魂 來我們看看 最重要的人生的階段 就是 飛龍在巡 但是飛龍在巡 這個階段 不是那麼容易 也許 上去 還有可能 要守住 更 就是創業 容易守成 來我們看看這個階段 來到人生的最高階段 其實 問題來了 是 怎麼守得住的問題 要能夠守得住呢 這裡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跟你上面的 就是說 這個飛龍在巡有時候還有 提拔你的 前行 就像在大行中 你要來到最高位置 一定要有人 擔保 提拔你 提拔你 那個人 要有 另外 第二個 就是你要跟他的互動 要很好 才能守得住 很有互動就是說 有些人跟自己的前行互動很差 前行更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慢慢的 越來越梳理 這樣子 其實 很難 會有一個好的發展 因為 我們上去之後還得要前行不斷的 提息 也不是一次 到底了 就完成了 人生就 該努力的都有 其他人 有時候這個地方還是一個 該努力的地方很多 所以這裡 千善日思 只守行 每天每天還要求盡力 然後 瑤瓷 更跟你講 這個叫做自強不喜 真正的自強不喜 是來到飛龍在巡的時候 自強不喜是不斷的努力 不斷求進步 那我們以為說 那可能是在前面 第一窯、第二窯、第三窯、第四窯 在自強不喜努力 其實 我們凡洋意 是把自強不喜的努力 擺在第五窯 這是一個很有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當我們來到那個最高位置的人 我們要比別人更辛苦 比別人更努力 甚至有時候 到了晚上大家就在睡覺了 你還有很多事要做 但你也不能有任何活動 感到 這個 甚至 自己無法附和 然後就退下了 這樣的心智 不行 你還是要不斷地自強不喜 所以 來到這個位置的人 他反而要更努力 就這個意思 自強不喜 自強 這兩個字就是說不用別人 來提醒來要求自己 對自己不斷的努力 所以擺洋意給我們的觀念 非常好 就是說 每個人都想來到飛龍在天 但是 要記得 到這個位置的人 是會比你 更辛苦 更努力 甚至更大的承擔 更多的付出 有些人為什麼喜歡來到這個位置 因為我可以藉著這個位置 我個人的好處 甚至做威做福 但是 白洋意告訴我 來到這個位置 是要做你不做你 是要自強不喜的 是要不斷努力的 而且還要每天天善日思 子所行 對自己所言所行 還要不斷不斷地改進 求進步的 還要有那一份真誠 去面對每一個人 你面對自己 的使命跟責任 所以 這個位置不是那麼好當的 有些人為了 來到這個位置 享受那一種 榮耀 當然可以 但是要記得 這個位置 是 會更辛苦的 他的付出會更多的 自己的努力也會更大 還要不斷地強進步的 才能守得住 好來幫我們讀一下 雲龍自強不喜 雲龍在天時 還是要君子自強不喜 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大意 人爬得越高 越是要謙卑 此時謙卑凡行 叫做謙善欲 私自所行 每天還是要不斷地改正 自己 就像在 秦隆勿勇用那個階段一樣 要 身洗成 以為真心 好 金子自強不喜 這個白羊藝 把它擺在第五條 那傳統的藝經 他是 孔子在相傳 共語講 相傳就是 解釋整個 卦 孔子對這個卦 站在一個君子的歷程 給一個君子什麼啟示 孔子告訴我們說 這個卦 給君子最大的啟示就是 要笑法天的那種鋼劍 要自強不喜 那我們整部 整部傳統的周遺 我們就看到孔子 在相傳裡頭講的這句話 叫做 金子自強不喜 那我們白羊藝就把 這一個 自強不喜最重要的 孔子所說的 自強不喜 擺在第五條 一開始我們會覺得 這樣子擺 到底他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慢慢你去想他 你就會懂 就是一個人來到最高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 是最需要 更大的努力 更多的付出 甚至 我們的那一種付出跟努力 是比 其他人都要來的 更辛苦 但是 這個位置 他的能量的展現會更大 因為自強不喜 那自己的 不斷的那一種 努力付出也要更謙卑 不簡單 在這個位置要能夠做到這樣子 這就是白羊藝 告訴我們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然後再過來我們看看第 第六個牙 因為 因為 他是來到最上面這個牙 因為這裡是高點 霧極必緩 所以他就往下 所以這個牙 叫做抗農游毀 就像一個人來到高點 然後下 這個意思 叫做霧極必緩 所以我們看到 人生開始反轉向下 有些人 他是在公司上班 不斷不斷的努力 所以他 位置不斷的提升 提升到最後 也許當到一個 最高的位階之後 退休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 這個時候 他的向下 是因為 時間到了 年歲到了 必須要退休 所以 這個狀態其實是比較好 那有些人 他不是到了退休年齡 他在這個工需 因為太早來到這個高點 就沒辦法待得很久 因為德望 人心德望不夠 所以他中途被換下來 本來在高位 一下子掉下來變成一個不管 不管事的 一個 把你擺在一個不管事的位置 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 那種心情不好叫做抗容 留悔 他就會開始 還醒 是不是我在 那個 當 總經理的時候沒做好 不然怎麼一下子 才一兩年就把我換下來 叫做這個不管事 然後他就會開始 還醒 人在還醒的時候叫做 留悔 他會覺得一定是哪個地方做得不好 那有沒有再有機會呢 然後所以這個抗容留悔 基本上是 我們 這個 問題 不在於 你已經下來之後的留悔 問題是 我們如何在高點 能夠站立的穩一點 所以這邊白羊意思就是說 中日前情 還是要前 前 自強不息再自強不息 這樣子意思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邪天立行 這四個字 所以 我們每一個白羊意 可以用四個字 每一掛可以用四個字來代表 這個前掛的四個字就是 邪天立行 有四個字 邪天 學習天的天行見 立行 自強不息 用在什麼 用在真修 真心 真修使戀 必然可以 明明就代表一種智慧 然後就提升 好 所以 這一個邪 其實 從白羊意來看它是一個 總結的邪 就是人生 如果要能夠 真正的圓滿 這個 力代表人生的圓滿 那你得要 真 邪天立行 真修必成 人生的圓滿 圓滿人生的 最後 完成 是來到 這一個上去 那白羊意是這樣 傳統益經 是告訴我們說 當一個人 你在這個糕點 得位不相配的時候 有可能你會提前 就下來 下來就沒機會再上去 就是抗榮 好來 幫我們讀一下 抗榮 終日前前 人生最怕的 就是到了 頂之後的反轉 壹經常講 物極必反的道理 即使 抗榮 有悔 這一聊的意思 要如何 避免 抗榮 有悔 就是要 中日前前 以學天 要學習天的無私 無求 只求付出的 天德 而且非常 謙卑的 要真 修立行 必得 真修立行 天德 慈以保采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 一直處在 飛龍在天的階段 好 當我們來到一個階段 就是說 我們不會 在意我們付出 應該有多少所得的時候 但是我們還會努力繼續付出 這個時候 就是 到達這個 天德無私無求 只付出 的這種天德的掃現 那 那 有一個前前 他在道場 也是修得很好 他在公司也深受其重 他在公司 他不會去計較 他加班多少 他常常自己留下來 他該做的事情做 甚至假意還去 有時候晚上做得很晚 他也不會跟老闆要求要加班 只求付出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後 在老闆的心目中 當然 他會覺得 這種工作精神 是非常 欲緣 欣賞 也少許 所以他不斷不斷地會提升 而且 不可能翻轉 所以 所以 這個 白揚意的意思就是說 人是會有翻轉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 自強不喜的精神 台灣人呢 或是 一個人太過於計較 太過於在意自己 付出要有所得 那就很容易翻轉 如果我們來到一個階段 我們是只問付出 因為我們的薪資 各方面 其實已經很高了 這個時候我們是應該用責任來要求自己 用付出 來展現自己 而不是 跟那個剛新進來的 聯工一樣 精精計較自己 工作的時數跟應該所得的 那個是新進同仁可以這樣子 但是到一個階段 我們說 人在 在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到一個階段 到一個高度之後 我們就不應該再去精精計較這一些 就像一個有錢人 他已經很有錢了 他就不應該在精精計較一點點的 好像你沒有算出來 你應該要找多少 應該要 讓我吃一點點虧 這樣不行 可是 既然你這麼有錢 吃一點虧又能怎樣 人家需要 就是要的那種修養 就是你當你來到這樣子的階段的時候 有時候 你的付出 是無所求的 因為 你只有責任 那種感 要去完成 是應該用的 不會再去在意 像以前在意自己的付出 就應該要有所對 經經計較已經來寫 好 所以這個是 冬日勤勤這四個字的意思 每天每天還是要 不斷的努力 這樣可以 持營保態 避免 掉到抗農 然後我們 已經把這 六個窯介紹完了 這邊代表人生的六個階段 這邊代表六個階段應該要努力的得 修的得 第一個階段要多付出愛心 第二個階段要借自己的位置開始來修得 第三個階段 是要遲遲警惕自己 還醒自己 求進步 第四個階段 是 來到一個 自得民心的地步 我們只在乎自己的得 德性的修擁 不一定要 很清楚的 很明顯的讓人知道 你在追求那個高位 那麼我們默默的去付出就好 再來 第五窯呢 是代表我們來到那個高位 還是要自強不息 那個自強不息 反而是在這個地方 努力的 要求自己 不斷的進步 努力 不斷的 比以前更多的付出 更多的努力 都是要適合了解 最終 才能夠淺淺 終於立 立 達到一種 最圓滿的狀態 然後那這六個窯呢 如果 配上這 白羊藝告訴我們的 是我應該努力的 傳統藝界 只是告訴我們這六個階段 但是 白羊藝的這六個 每個階段的努力 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地方有點像是 我們說德位要相配 這個是應該修的 德 這個是你的位子 好那我們 最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 就是 跟天的關係 第一個窯是代表得天道 第二個窯代表修天道 第三個窯你要有天心 再來聽天由命 聽天命 再來 飛龍在天 就是要通天意人 最終是 天道 這個是整個錢掛 好我們 這個掛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待會兒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 我們希望大家也可以來分享 分享 從這個掛來看看自己 然後也許也可以給大家一些 經典的分享 我記得我在福大 跟大家 跟那些學生上 這一門課 《易經文》也是講白洋《易經文》 那講完錢掛他們寫那個心得 我覺得他們寫 有的寫得真的非常好 他就從他 現在在共事 他單單的職責角色 然後從這個掛 他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起風 他覺得他應該怎麼做 會讓自己更好 這樣子 蠻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 錢掛其實他跟我們人蠻貼切的 所以我們的標題叫做 錢掛 只認識自己 先認識自己 接下來我們有很多要學習的 先從認識自己開始 好我們先下課